阿里巴巴一名杭州女员工 怀疑遭到上司强迫出差再性侵 公司辭退涉事的男上司 另外有高层被处罰 有好运报道 阿里巴巴一名已婚女员工 指控在出差的时候被冠罪 并且遭到男上司以及客户性侵 事件引发舆论蛙言 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张勇 星期一凌晨在公司内联网发声明 只涉事男职员和女同事 在酒醉之下有过度亲密行为 严重违反公司规定 将他割职永不录用 至于他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 就交由警方调查取证 另外同城零售两名高层引咎辞职 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 同文雄记过处分 张勇指相关主管母职的跟进 需要承担领导责任 他承诺会协助和照顾涉案女员工 强调反对陪酒等丑陋走卓文化 事件发生在上个月底 该名女员工指南上司强迫他到帝南出差 应酬期间被灌聚 遭到客户上下其手 当晚南上司又带着避孕套 四次进入他的酒店房间 女员工期后连回向公司投诉 但都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人民日报》旗下答浪青年化评论说 事件在7月27日发生 直至星期日舆论发酵才处理 质疑阿里巴巴是因为压不住舆论才表示绝不姑息 有直戚事件是公司在酒桌上靠售卖女下属赚黑心钱 强调在反弄乱国策之下 若有人想通过公关手段压制舆论 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认为阿里巴巴需要有一次大变革 而6000名阿里巴巴员工就发联合倡议 指出事件反映公司组织全有系统性漏洞 并且提议要建立公司反性侵保护组织 有信任是给大家有好处 欢迎发动